今年金鼎奖的图书设计奖 由上一届获奖的杨启迅再度获奖 作品是一本介绍 24位老作家的摄影文集 叫做作家的书房 从1999年开始 摄影师陈文发就拜访全台湾各地资深作家 包括诗人吴圣、黄灵芝等人 然后一一拍下他们的手 还有书桌等等生活空间 如何帮助他们书写自己的土地 杨启迅用大量的底片 爬输出主题架构 像是他就用作家负有生命力的手 作为每一篇的开头意向 也借此回应作者创作的精神 二十年的书籍装正设计工作 杨启迅每回接案 都深入了解作者生平与书籍主题 他的一开始设定我都觉得也非常好 他都会先拍一双作家的手 不管他是在写稿的时候 或是他在绘图的时候 我觉得他都拍得非常生动 而且非常有那个生命力 我想说统一一定要在这个作家的开始的开门页上 把这个手的照片放上去 为了制作作家的书房 他将摄影师陈文发历时15年 所拍摄的24位作家书房底片 梳理出图像化架构 内页编排有了完整性 低调淡雅中 紧扣书本内容的主要精神 因为他是有报道的22位作家的书房 想说我们就让他们 这些作家的名字用打凸的方式 隐隐约约地出现在这个方面上 然后让读者去触摸 才能感受到这些作者 是有刻画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上 主事决则有着他对作家书房的想象 作家他们最重要的工具 可能就是这个书桌 对 然后因为这里面有22位作家 他们的书房 他们的住所可能坐立在倒田旁 然后是一个 或许是一个有个大树的一个房子 这样子 我就想说是不是有一个书桌 可以降临在一个像是一个书本 然后是 这会儿知道是有倒田旁跟大树的空间 低调 简约却看得见细腻的情感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 杨启迅的作品总能吸引评审目光 2012年以念旧一书拿下台湾书籍设计大奖 金蝶奖 杨启迅以后卡纸呈现旧家具坚固的质感 还有二手旧货的精神 知识化的条码也能有所不同 2014年凭宫东的教堂设计 首度拿下金顶奖 杨启迅回忆起清零现场 被教堂之美所震撼的那一刻 不想只是把美美的照片放在封面 当然他也没忘记最重要的灵魂人物 神父习之平 我就刚好把它运用在这个封面上 因为刚好我有照着他的建筑蓝图 来配置这个封面这些小孔 然后想说一定要有一个主视觉 就要把这个习之平神父的照片 来衬托在这个封面里 就连当年神父重病返回瑞士就医时 写给学生的爱也藏进书里 刚好文章有提到 习之平在讲这段往事的时候 就有设定一个 当初他写给学生一个信封 我们就把它封面先做成 这个信封的样子 然后打开才是 当年习之平写给学生的信 我觉得这个让读者看到 应该会深受感动 教堂的大门也能在书里亲手拉开 他实际进入教堂里面 这个空间的时候 我们就来安排 实际的门打开的一个形状 然后再来做一个左右敞开的拉约 让你知道看到这个教堂 你打开门就是这个样子 看能不能让读者游泳 震慑出的感觉这样 平时多半透过逛书店 还有翻阅日本杂志 记取创作灵感 而两只领养的爱犬 也是他创作路上的重要战友 我觉得真的做不出来的话 真的就把工作丢下来 像我又有两只可爱的柴犬 我就像是固定时间 带他们出去遛狗 我觉得把工作丢开 给他们走什么这样子 回来再面对工作应该好好的 如今还和他一起登上 工作室的主视觉设计 因为对杨启迅来说 他们的相伴得以让每一次的作品 都像是一场完美演出 到底是没银 写这里 到这边 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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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